大家留意一下,林丹對著,過往有很多人稱之為她是她的黑星的調成活 但林丹最近都拘捕記者說,以後不要再提起黑星的東西 既然是黑星的話,她應該會扣扣贏 比如在這裏鬥差網前 這場球看,因為兩個的打法很相似 只不過是李宗偉的打法更加刁鑽,質量更加高 而陳金更加猛 猛的對小的可能很難說,看看誰發揮 是啊,還有現在分數 不超過三個人,一個林丹,一個蓋德,還有朴勝奉都知道 當時陳金還未算是 現在陳金的走動和判斷應該會進一步 稍後我們有機會看看李宗偉那些攻擊,看看她有沒有辦法 接下來今天的半決賽 陳金比他好一點 陳金對賽事的熟悉程度是比他多兩三場 是啊 因為陳金比在前面打過決賽 阿忠哥,今天這個開局有很多評分 一開球就2比2,4比4,6比6 那會不會打三局 哈哈 那就是球迷的福音,現場買票那些當然想 大家剛才看到,對,先看看這球 還是反復的前後拉釣 一定就要她加快節奏了 現在繼續到前後上了過度 馬上到中路來 總是要提高 再加上了細錦賽的冠軍 更加信心地爆棚 再放一個 又是中路 李宗偉突擊這版國 一對十五,還好像拿著四分 這些球很危險 李宗偉雖然分數落後 但其實他所得的分都很漂亮 他快了很多 漂亮 陳金也是幾下的 陳金的發球 都是打這個位 幾次都是打正手的後場區 又是這一刻 那種攻兵型的死雷死打死骨 現在有變快,有戰術 又有突擊的機會 李宗偉反手防得很漂亮 再殺直線 很漂亮 李宗偉仲偉打下一刻 往前做了一個過渡 先輪流過渡一下 不如變一下,不一定過過渡直線 先拿去 雖然輸了一局 但實際上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比賽當中 那些對羽毛球的理解 對 重過鋼 哇 有一個 有一個 好漂亮 有啊 殺 還有 過渡了 過渡了 看看怎樣處理 又搞了 今天真的兩隊選手打 走到牆上面的跑洞 對 對 對 剛才看到李宗偉也少少騙到陳金 好球 剛才突擊的板 沒有機會 過渡一下 這一球 大家都很有耐心 最重要是不要出現失誤 大家都未找到 機會 這個有了 反而他更難處理 即是不要給他一些習慣性的球路 他處理就真的 又來了 接手又很勵計 反而正手這個地方 雙方的威力都不是太大 頭頂大 有了 要追五分 陳金 依舊還未放棄 陳金 有了 作勢要殺 在李宗偉接殺的情況下 路線比較單一 在一個有時候過來的質量也不好 所以可以說第一局呢 陳金是打的比較順手的 當然我想有幾個方面來分析一下 就是因為 陳金今天 改了他的這個一貫的打法 就是 強攻的這個意識比較強 所以這樣呢 我想對他的這個體力的消耗 應該是比較大 這個追起來其實是挺大反差的 對 現在就是形勢應該是 對李宗偉會比較有利 那麼一開始其實也不是說李宗偉他 他不行 是因為陳金打得太快了 攻得太凶 所以給我們的感覺 今天這個陳金 非常不錯 但是這樣的話 無形當中對你的體力的消耗 肯定會比較大 對 那麼現階段的話 李宗偉可能在體力方面 相對來說要比陳金 今天比賽前面 一開始我們就發現了兩個選手 今天都選了黃色的運動鋪 這局可能就會輸掉 這局可能就會輸掉 有出界可能 有出界可能 現在 倒地就抽越了 對 跟上或者再超越的話 那現情況成績的是比較難 不及機會點上直線 換場 發球 又破壞了陳金的這個接發球 假動作 沒有力量 所以這個技術奇跳扣殺的 好幾CC 好幾CC stipend 好幾CC 結束 5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